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在公司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宝马公司 想做一个中控的这种车载系统 这系统里头 其中有一块比较智能化的 这种音乐播放和控制 以及这个电话这部分 就是内置车载电话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 国际的非营利性的机构 试图给它去做 并且制定一套标准 那我们公司要实现其中的 Audio Manager这一块内容 跟音频相关这一块 那么这个要求是什么 在Android的技术上来做 他们以前做过一套解决方案 是在Megos的技术上做的 那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Android的技术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涉及到很多内容 包括什么呢 包括音频的解码 包括音频的回放 回音 还有EQ 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 还有降噪 还有多通道 音频的多通道 还有紧急的 紧急的电话来了 怎么办 呼入的这种切出 还有就是我们的不同的 音乐播放的优先级别 还有智能编辑 智能保存 等等等等这些功能 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做的 这样就开了个会 说怎么做呢 但基本思路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思路 就是在Nature层 把业务给封装好 基于Android的Audio Manager 和Audio Manager Service 把业务封装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功能 可能我们Android的系统 是不支持的 要再去开发 然后最后 对这个业务封装 再封装一层FreeMark 这层FreeMark 再供上层的UI来调用 这是一个总体的思路 那么大家以后 可能在做Android的时候 随着我们的深入 也许你们做的 也不是一个 简单的纯软的 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我们要 分成几层来考虑 那么我们软件的这一层 或者说我们上头的 这个应用层 其实很多时候 它可以是用在 各种嵌用式设备上面 只要你基于 这个系统开发好 那么这个时候 跟我们布局相关的什么呢 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 它不同屏幕的 这种显示 包括 分辨率不同 支持颜色 颜色不同 也许它只是 1256呢 对不对 那么 也许它只是黑白呢 大小的不同 操作方式的不同 这些都要去考虑 所以 那么 就拿一个最简单来说 不同屏幕的 大小的 这样的一个 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个效果 Layout Test 1 我这里放一个 内容 再放一个 数框 这个数框 我给它改 也给它改成 webcontent 这么大的 好 我把它拉到窗底的一半吧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效果 可能你在你手机上面 看的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以前 这些怎么组 界面组件 怎么去用 我们也都讲过了 但是很有可能 OK 我们换一个屏幕 我换到一个平板上 是10.1寸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God 刚刚明明 在一半的这个位置 现在跑哪去了 跑这么小了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是不是就非常不爽 那么这个还不算 我即便 我不换到这里 或者我换到一个2.7的 看起来就更大了一点 那么我还是 给它换回我们的3.7 Nexus 1 我给它搞成横屏的 这就是它横屏的 另外一种显示 当然横屏还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 给它用的单位 是用的什么样 是用的dp 对不对 因为dp 它还会自动增长 这个都还好一点 对不对 那么 你看 我们在这里 都给它用的dp 如果用px 你看 效果又大不一样了 看到没有 因为dp 我们知道它是相对 相对的 这样一个分辨率 像素 它的显示效果又不一样 那么这就是容易 引起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记得以前 我好像是装QQ斗地主 最早的 装 在手机上运行 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我装了一个斗地主程序 结果后来 我买了一个平板 就把它装到这个平板上 你说这个还好吗 它只是变小了一点 然后但是 当时我的效果是什么呢 你想 这个小一点没关系 游戏本来是全屏的 好嘛 你到时候就用这一块 再打游戏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肯定会很 很郁闷 很郁闷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 我们在做界面的时候 针对不同的设备 实际上 我们又很有讲究 你要考虑到 不同的屏幕的 这样一个差异 那这个靠什么来解决呢 靠我们的布局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内容 怎么样来做我们的一个布局 通过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会掌握常用的布局的使用方式 那这个更多的是讲应用了 如果你想去看 他们的这些layout 实际上怎么实现的 我会告诉你 一般都是继承group group view 那么在group view里面 又怎么样呢 待会我会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今天的学习内容 我们要掌握常用的 跟布局相关的一些属性 另外 掌握linear layout frame layout absolute layout absolute layout 只需要了解 不需要掌握 relative layout 和table layout 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么同时 我们还要了解 fragment是干嘛用的 以及如何 用我们的include layout 这样的一种 include标签 去用一个layout 去嵌套另外一个layout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我们以html里的 那个include 就是我们的gsp里的include 和html里面的 那个frame的那种嵌套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开始 我们今天的一个证文 那么在我们的 手机程序的界面上面 我说了 按照我们的2加1原则 还记得2加1原则吧 这个一定要记得 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界面呈现 就界面怎么呈现出来 对不对 一个是世界 那么界面呈现 又包括两点 是什么呢 一个是呈现自己本身 那我们之前 所讲的那些组件 是不是我们更多的是 讲了它呈现自己本身 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把它摆在哪 它的一个布局 那么 只有这两个 你都能给它 灵活的去掌握和使用了 我会告诉你 你的界面 才真正的算是入门了 才真的算入门 那么如何去 做这样一个布局呢 让我们想起一个事情 我们联想一下 以前的网页 我们来想一下网页 我们以前最早写网页的时候 包括我以前也玩过 Fremark not free mark Farmpage和Dreamweaver 这样的网页制作工具 当时我还记得 我做第一个网页 做得非常丑 布局乱七八糟的 像 你比方说 这个图片和这个文字之间 有空格 对不对 有间隙 我就用空格 在那一直敲 把他那个间隙给挤出来 而且当时 有什么样的花哨效果 都往里头摆 就摆出来 确实是那界面花哨 什么JavaPate 什么乱七八糟的效果 还有烟火的效果 什么效果都有 拿给别人一看 别人说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别人说 就没有做网页的感觉 反正当时我们当时 另外一个朋友 他什么不发烧的效果 都没有用 他做出来 就工工整整的 就这样子 有点超当时的 新浪的那种感觉 别人说 这个有点商业的感觉 我当时觉得可不公平 我说 我用了这么多复杂技术 你不知道我从网上 抄了多少代码下来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界面不在于 你用到的技术 多复杂 后来我就开始学 包括学 怎么用颜色搭配 怎么用 怎么用这些组件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学它怎么去布局 当时学到的一套布局方式 比较有意思 可能大家做网页的朋友 都还比较清楚 table 当时有专业的美工 告诉我们 你画table 这是一个table 你把上面这 再签一个table 下面这个地方 都是table的 不同的单元格 对吧 然后这里面 你按照你的需要 再去签table 就是通过table的方式 大table套小table 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它划分的 很清晰啊 这里面 赵肯林也有一个 赵也有一个 这是各个单元格 好 这个就实现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界面组成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用table 来固定 固定我们的布局 好 那么从2003 2004年之后 我们就诞生了 就不用这种方式了 大家因为 那时候有一个概念 蛮蛮有意思的 叫web2.0 其实也是个 新屏装旧旧的一个东西 那么web2.0 它的布局就推崇什么呢 推崇用我们的 DIV 用我们的DIV 加CSS来进行布局 CSS就是我们的样式嘛 DIV 就是我们的那些 布局元素 ITML的那一标枪 就一个一个的块 一个一个的块 所以你只需要 把它们分成一个一个块 通过它的什么呢 布局的CSS属性 来设置 这个是这个块 这个DIV 是在哪边 这个DIV是在哪边 这个DIV是在哪边 或者DIV 或者用span 都可以啊 span也是一种 特殊的DIV 那么我们当时 就开始用这种方式 来布局了 直接用属性 那么这里头 用到一些比较 特殊的属性 比方说 当时最开始 以前没学过的margin 他就告诉我 OK margin就是你一个 对象外面的那个间距 我就知道了 如果我给 以前我在这 用空格给他敲的 我后来我不敲了 这有一个对象 这有一个对象 我给这个对象 设上它的左边的 这个margin 为多少像素 他们自己就间隔开了 又学了一个叫什么 padding padding 他就说 就是这个对象 内部的这样一个间隔 那么 好 我这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头 有三个 有三段 一段 两段 三段 我给他设上padding 他们内部的每一个元素之间 就会有间隔 学习了这种方式之后 我就发现 布局如此之有趣 好像当时还有一本书 叫 Web 2.0 界面重构之美 那本书我还看了一下 蛮有意思的 老爱写的 写的很艺术 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来联想一下 如果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手机程序的界面 那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我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Google反正都把Java给抄过来了 又把G2E里面的设计模式给抄过来了 又把其他的操作系统的一些设计给抄过来了 那么连内核都抄了 把NetX给挪过来了 那么想象一下 在界面这块 他会 他不去抄吗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所以 又要去借鉴 借鉴这种思路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按照这种思路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什么呢 无非就两步嘛 第一 摆东西 把你跟这个界面相关的元素摆上去 第二 控制布局属性 布局的属性 那摆东西 摆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那么今天要学我们的布局的几个layout 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布局的几个view 那么这也算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摆东西 那么布局属性呢 也是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的 怎么样 他们通用的一些布局属性 和某些layout 他们特有的布局属性 好 下面我来开始 记住啊 我们这个界面不许 大家像网页一样去思考 像做网页一样去思考 我介绍几个常用的布局属性 在这里 layoutwise layoutheight 这个我不用说了吧 我们前面都用过了 对吧 常用 而且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 配xml里面 是不是必不可少两个属性 指定它的宽和它的高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知道就行了 这里有个原则 什么样的原则呢 叫负子空间的layout属性 实际上下面 凡是在这个layout 都叫layout属性 这个是layout宽 layout高 这是layout的重 这样layout的什么 重力 layout的margin 间隙 这全部都layout属性 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原则 负子空间layout属性 不要相互依赖 不好意思 刚才暂停了 暂停了一点内容 我怀疑 不知道是在哪 碰到那个键了 我把刚刚所说 说一下 关于这个原则 再重新说一下 就是负子空间 属性不要相互依赖 这是我们的line layout linal layout linal layout里面 有三个子元素 我们设置 我们设置它的这个 height layout 是warp content warp content 也就是什么呢 表示它的这个高度 是根据它内容的高度 来计算出来的 所以它就会去计算 它们这三个子的 这个叠加这个高度 来定义它的这个高度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给它的 其中一个子 你说OK 再给它设置一个 叫什么呢 跟我的副对象的 下边对齐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出麻烦了 因为OK 明明别人是根据 你们的位置和高度 来计算出 老爸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你又要根据 老爸的这个高度 来计算你自己的 一个位置摆放 那么这个是不是 就会出现冲突 所以 我们这个原 这个这条原则 就是负子空间 l layout的属性 不要相互依赖 不要相互依赖 大家记住一下就行了 那么凡是在这边 我们看到的这些 都是原则 后面我会一一 跟大家讲到 好 现在我们 一个一个的 这些 作为我们布局的 常用属性 我们先来 尝试一下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 这是个 edit text 我们在这里 其实有一些 比较简单和快捷的 一些方式 我还是给它帮大吧 3.7的 我们在这个上头 有一些小工具 工具扇机 是必先利器器 这个是设置 它的orientation 是哪个方向 纵向的 还是横向的 你可以点中 land layout 给它设成 纵向的 还是横向的 对不对 这个就很方便 那么 这个的 这个的改变 实际上改变的 就是它 那么 同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我点中它 我希望它定义 它的高和宽 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就表示 我们的宽度 fill parent 点下 这就是fill parent 你不点它 就是warp content 默认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fill parent 但match parent 是2.0之后的 用来代替fill parent 就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讲过的 ok warp content 所以这两个属性 我们用太多了 没什么 太复杂的地方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个公共的 这个布局属性 叫layout weight layout weight 这个weight 是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重量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这个属性 实际上大家也可以去查询 不明白的话 这个都是我们的 那个view group 里面的 layout parent 参数 layout parent 看没有 是我们view group 里面的layout parent 参数 这个我查出来的是 linear layout 里面的这个参数 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这个布局参数 实际上 他们都继承于view group 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查 我们的view group 的这样一个参数 好 我们就以这个 探一下 这没有介绍吗 还是查一下 对不对